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我从地藏经中听师父讲 如梦中梦到过世的众生 给他们念地藏经 但是我看到有的道场 送阿弥陀经 我到底应该如何 都可以 送地藏经 送阿弥陀经 都可以 但是一般 可以说是多半的众生 特别是没有学佛 没有修净土发门的 念地藏经比较好 因为这些众生 你能够梦到的多半都在轨道 所以念地藏经 超度它 对它们有好处 但是念地藏经也可以 不必执着 第二个问题是 世间一切是否都是注定的 为什么 世间一切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秘密 确实是注定的 为什么呢 这是你前世所造作的 造的因 佛门里头 有一首记祖说的好 佛门里头 于知 前世因 今生受这事 你要想 我们前生造作的是什么 这一生所受的 就是前生造作的结果 佛门里头 于知 来世古 今生做这事 那你想 我们来生怎么样呢 你今生这一生所造作的 这造的因 来生所干的果报 道理在此地 我们最近在研究 研讨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一开端 世尊就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得很明白 一切乏了都是从心向神 叫我们看看这个社会 看看这个世界 云云众伤 过过受报都不一样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 造的业不一样 所以善业一定是不善口 卧业呢 决定有卧报 所以真正通达明白了 我们一个人心就定了 纵然遇到逆境 逆云 都可以说是 心安理得 真正做到 不怨天 不忧人 可以改造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依照佛的经典去学习 决定有好处的 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他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 应光大师 是大师至菩萨的化身 也就是说 他老人家的一举一动 都是世人的榜样典范 记载中提到 应光大师往生前略生小病 然后念佛往生 我的疑问是 为什么他老人家不视线 毫无疾病而往生 他那个往生前的小病的视线 究竟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很重要 如果他视线完全没有病 欲知识知 很自在的 或者是站着坐着往生的 我们会想到 他不是凡人 我们走不到了 他视线的样子 完全跟凡夫一样 生病念佛还可以往生 那我们大多数人走的时候 都会生病 他这个样子 就给我们做了个好的模范 好的榜样 我们会想到 他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用意在此地 诸佛菩萨的实现 一定要实现跟他所度化的众生 同等的境界 这才能有效果 如果他实现的境界很高 不是一般人做到的 那他来这一趟就不来了 用意在此地 这个是所有诸佛菩萨的实现 都会掌握到这个原则 很少有例外的 这个王文贤同学问题 他第一个是 阿难问是佛吉凶金有数 可得为世间四 不可得为世间一 佛在华言金 亦有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之数 他是把这两步进来做个比较 他说 请问 学佛的凡夫 想在一生念佛成就 求生西方净土 可以做股票买卖吗 由于环境因素 又不能改行改业 以投资心态 而非投机心态入市可以吗 如何在投资股票中修行进行 你这个问题你自己已经解答了 以投资的心态 这是世界四 而非投机心态 这就不是世界一 这就可以了 投资的心态 决定没有得实现 那你就可以做 如果股票涨了 你欢喜 股票跌了 你就愁眉扑脸 那你就不可以 涨 没有欢喜 爹 也不生烦恼 这样做股票性 所以这个就是 极雄经里面讲的 可以为世界四 世界四 佛举例子很多 我们世间的生活习惯 工作 交际 应酬 婚丧 家娶 都是世界四 世界四 世界四 可以做 为什么呢 华严经上讲的 四思无碍 那么障碍 发生在哪里呢 障碍发生在世界一 世界一是什么呢 自私自利是世界一 是非人我 贪嗔痴痴慢 是世界一 说的更清楚 更简单一点 你对于世界四 还很在意 这就叫世界一 如果对于世界四 都不在意了 不放在心上了 这就叫 没有世界一 没有世界一 唯世界四 那是佛菩萨 这佛菩萨实现 我们跟佛菩萨不一样的 世界四虽然相同 佛菩萨没有世界一 我们有世界一 无论在生活 在工作 在交集 应酬 我们都很在意 这个在意 这就是凡夫 六道里头的轮回凡夫 如果不在意 超凡如深 我们修佛 就要在这个地方修 经商 断行 世间四 如果念念求发财 自己怎么样享受 怎么样叫儿女儿孙去享受 这都是世间一 我在新加坡 听李牧原常常讲 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陈家根吧 这个人也是别熟其家 发了财 可是他所发的财 完全用在社会 帮助社会苦难的人 他很有智慧 他帮助里头最重要的 是帮助一般人接受好的教育 所以他办了很多学校 小学中学大学 培养人才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 非常刻苦 晚年检查身体 营养不良 你想想看 在南洋魁社 第一个大财主 营养不良 他的儿子有一次 被人绑架 写信 要他拿钱来赎 他回信给绑架的人 你把我儿子杀掉好了 我一分钱不会给他 我的钱都用在社会慈善思义 决定不给儿女 土匪借到这个行程 把他儿子放了 为什么 他真的是这么做法的吗 这个人呢 他就菩萨实现了 你们看他的凡夫 我看他是菩萨 他绝对不是凡夫 这个就是可得为世间四 不可得为世间义 他没有世间义 那么商人像他这个样子 他能赚钱就对了 他赚钱不是为自己 为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人 所以 只要没有世间义 清净心就先行 真诚清净 平等慈悲 统统先行 坏呢 坏呢 坏在世间义障碍阻挠牢 我们齐心动念都有得实心 这个念头是世间义 所以 随学佛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哪一个行业 你只要认清楚 我做的这个工作 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 是为一切众生造福的 这就没有世间义路 大小事情是为自己 为自己明文利亚 为自己的得实 这世间义 这世间义就在里头了 今天讲出家 出家有世间义的人很多 念念要顾自己的道场 念念要把信徒抓住 这个都是属于世间义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没有这个念头 到处只是教化众生 劝导众生 端过修杀 劝导众生 破迷开悟 断返为圣 他老人家在世实现的 四十九年做的是这个事情 叶森释迦摩尼佛 没有自己的道场 没有见道场 彻底放下了 造年 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中年以后 我们现在话讲 法缘殊 有十六大国王或法 提供修学奖金的场所 这是我常讲的 佛跟这些弟子们 有实用权 所有权不是他的 所有权是地主的 是这些国王大臣的 佛教到中国来早期 出家人 虽然接受中国朝廷 皇帝的供养 大臣 长者居士的供养 道场 都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是这在中国常讲 叫社方道场 这个都是 世间四 而决定没有世间一 所以他们修行有成就 新现代出家人 为什么没有成就 比不上这家人 世间一太冷了 超过出家人 不晓得超过多少倍啊 所以修行不能成就 得实看得太重 所以我最近 我深深感到 我们出家人 最好建道场上 那个道场房子是租的 这个好 死了之后 什么牵挂都没有 也不会有人在 道场是自己的 有很多徒弟来出家 为什么 看中这个道场 将来要增要霸占 出家的心就不善了 又不是真心 所以没有道场 这个最好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不造罪业 那么我们在海外 建这些道场的时候 都叫个居士去建 这个道场 会长 副会长 全是在家人 出家人不管死 在这里 只是讲经 教学 领导大众 念福 这是出家人死去 除此之外 出家人没死去 你的心才会亲近 如果一管事情 麻烦就来了 想想世尊当年的事性 很有道理 如果我们违背了 我们就做错了 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模范 懂得这个原理原则 无论哪一个行业 都能修心里 他第二个问题 这是又 妓女这个行业 如何修亲近菩萨道 屠夫这个行业 如何修亲近菩萨道 这个问题 我只告诉你 我不要详细解答 详细解答了 时间不够 华严经上有 华严经上 甘露霍王 就是属于屠夫这个行业 那是沙僧的行业 他是菩萨 发说密多女是妓女 华严经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这都是菩萨 读佛如来实现的 你看看这个世经 这就讲的是世间死 可得为世间死 不可得为世间义 哪一个行业都不爱修行 问题是你真正觉悟了才行 你要不觉悟啊 你这个里面 稍稍沾上一点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就反复了 那就不是菩萨了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念念的都是为度化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回头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第二个 他是无量寿间的不受悟趣 是否无孽无无之境界 也就是对于 是恶劣一阵 抱静缘中无有感受夜暴之痛苦 和另有解释 这个在经文里面 我们都曾经详细地说过 不受悟趣 不受悟趣呢 最明显的意思 绝不堕三瓦道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那是过来人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在悟道里面实现 你要堵过鬼 一定要堵过鬼 你不堵同类生 堵不了他 堵同类生 受不受 悟报呢 不受 但是悟报之四受 悟报这个苦不受 他心清净 那个受悟报是表演的 那是演戏啊 好像在舞台上 你严格握人 受的握报 那是演戏 也给别人看的 自己确实没有苦落的感受 有苦落的感受 苦落的受 是世间一 善悟的死 那是世间四 我们要有慧眼 去辨别 所以祝福菩萨 要读地狱 一定献地狱生 要读出生 一定献出生神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献什么神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神像 也没有一定法可说 但是对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这个不受过去是第一个容 解释 决定不读三我道 念佛往生的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永远不会躲在我道 不但不会躲在我道 永远不会退转到释法基 他到六道到三土都是实现的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而实现的 绝不是真正的退转 真正的堕落 我们了解这个意思 六月二十三号 在世界周报 看到因果报应说 它是一切四十现象 不相信的人是没有善根 佛菩萨也没有法子度他 他对此有些下面的几个疑问 那么这是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说过 这个因果报应是一切四十现象的总结 世间法离不开因果报应 出世间法也离不开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就是云生法 因云生法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才说 法上应是何宽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 这个意思就是佛法不可以执着 我们可以学习 绝不能执着 绝不能贪爱 换一句话说呢 佛讲经说法也是世间四 教训 如果有贪爱有执着了 那就有世间意义了 那就错了 这样说佛得不到结果的 只是世间的善法 只是世间的善法 古报在三善道 出不了三界 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不相信的人 确实没有善根 佛菩萨也读不了他 这是实话 然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 印光大师 这个大家去晓得 这是大师至菩萨化身再来的 我们看他一生 他叫人什么 一生就是讲因果报应 我在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将近 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看到印光老法师 红华社出版的一些书 我很留意版权业 从版权业上 我做了一个概略的古迹 他老人家在一生当中 将了凡四学 感应片 安四全书 这三样东西 印刷流通的数量 应该在三百册以上 这个三百万册 我当时感觉到非常惊讶 所有流通的佛书 没有这么大的数量 我们看到版权业一版 多半都是一千尺 两千尺三千尺 超过三千尺很少 三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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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种情形 可是我们看到了凡四讯感应片 跟暗四全书 印了几十版 我们所看到的 第十几版 二十几版 而且每一次 每一版呢 数量最少的五万尺 多的十万尺 没有说几千尺 他为什么要大量的印这些书 这些书都是将因缘过报的啊 所以我们要想的 佛法的基础就是在因果 不相信因果 你怎么能修佛呢 对佛菩萨给你讲经说法 你也是枉然 所以因果是自然定理 那么今天讲科学 科学验证 科学验证也实在是如此 科学也不例外啊 科学家今天的发明 这种种科学技术的发明是因的 果报呢 我们得到一点小的便利 占到一点小便利 可是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们现在的眼光实在太短浅了 只看到眼前 不知道过去 也不关心未来 这在佛法讲 愚痴无知 如果你要度历史了解过去 你就想的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 我们的生活环境受用 远远远不如过去 过去的人 比我们活得幸福 他们过的是人的生活 物质生活虽然缺乏一点 心安理得 过得快乐 我们在古人的文字记载里面就读到 确实啊 他们许许多多人 一生生活在诗情画意志 一生都没有 现在人这种享受没有了 现在人过的是机械式的生活 人都变成机器了 感情都没有了 道义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 有利 彼此互相利用 未有利的 彼此互相残害 你说 这是什么人道啊 古时候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跟现在人关掉 已经完全不相同了 你要明了这个 你才晓得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轻易批判古人 实在讲 对古人完全不了解 凭我们自己想象去批判 都说错了 那么展开看看未来 你要是仔细看未来 未来可怕 前途一片黑暗 佛给我们说的 设法一 因为 英语很复杂 但是复杂的英语里面 总有一个主要的 最重要的 这佛在经商提出来给我们说 你要想做佛 好 佛的心是什么 平等心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提倡和平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是佛法节 这是佛心啊 佛的思想啊 佛的行为 我们走的是佛的道路 现代西方人 提倡的是什么 贪 提倡贪嗔臣痴啊 他说的很好听啊 贪烂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要没有贪心了 社会就没有进步了 那么佛说 贪烂是哪个法节 饿鬼法节 嗔恨呢 是地狱法节 愚痴是畜生法节 今天世间人提倡的 推动的 是贪嗔痴 他走的什么路呢 走的是三窝道 好啊 这个就是 关系到善根了 我们相信佛的话 这有善根 我们绝不走三窝道 我们走佛道 佛道 就要修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厨师待人见乌 绝不立这个原则 这是光明大道 好 最近 美国科学家公布 人类已经发现了这个 人类的基因 啊 舆论上说 这个是福是祸 还不敢断定 啊 这个法新 对于能力道德 因果报应 是个很大的冲击 大家对这个更不相信 那么好 等待这个科技的发展 科技发展到最后 反而是离不了英国的原则 你能够发现基因 重新排列组织基因 是不是能把每一个人 都变成圣人 都变成仙人 做不到啊 什么原因呢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啊 真正主宰宇宙的 主宰我们一生的 是心理啊 不是物理啊 我们物理这个基因的排列 谁排的呢 念头排的 所以佛说 一切法从心向善 一个人 纯善之人 他的基因自然排列就很好啊 就正常啊 正常就是健康的 为什么会生病 为什么排列不正常呢 妄想 我念 把这个正常的基因排列 破坏了 搞成不正常 不必用科学仪器去排列 佛讲 用我们的念头来排列 这是正确的 他虽然能造人 他不能造成一个纯善的人 不会造一个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贪嗔痴慢 没有是非人物 那这样造成一个圣人 他造不出来的人 他能造得出来 是机械的人 是受他控制的人 充其量不过如此 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安全 造成威胁 最后演变成 那个基督教圣经里面讲的 世界末日 所以这些现象 就是世界末日的预兆 不是好现象 最重要的 幻安是在教育 人文的教育 伦理道德的教育 才能够消除 这个世间的天灾人火 这个事情 我们常讲 科技不能解决 经济不能解决 政治武力都不能解决 所以祝福菩萨 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 只有这个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产生效果 而在多元文化教学里面 佛经是最好的教材 对于这些四里讲的最透彻 最清楚 这也是我们今天 习求世界和平安定 人民幸福 来推动 宗教的团结 种族的侯物 这是佛道 这是菩萨道 他人的问的问题 他是金虹法子说 假使我们今生受苦 是我们前世造作的果因 如何证明我们是有前世的呢 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 现在比一世纪多出不下十倍 这些人前世是什么 世界 是无穷无尽的 绝对不是说 太空当中这么多星球 只有地球有人 其他的星球上没有 这个话讲不通 世界上人为什么这么多 为什么增长这么多 别的星球移民到这来 我们要肯定 这个事实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事实 我们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吧 极乐世界不在我们地球 那你不可以移民的话 那我们永远去不了了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移民到极乐世界 还有很多人移民到这来 那来来往往的呀 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他为什么会到这来 夜报相同 这个义经上就说得很清楚 仁义 握以类聚 仁义全分 同类的 他同一个夜感 他喜欢的 你说今天这个世界都喜欢贪嗔吃 喜欢贪嗔吃的其他星球上的那个众生呢 他都到这来了 那我们喜欢清净平等 喜欢阿弥陀佛 就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 是这么回事 所以 我们生活的空间很大很大 不限于这个地球 你要说是问证明 这个证明呢 我想 住在美国的同修啊 希望他们多做给我们收集一点 美国现在许多 这些科学家 在做事业 来探索六道轮回的真相 我听说 这个十几年当中 很有成效 他们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例子 在过去啊 是不肯公布 现在有一部分出版了 我们就找这些书籍 找这些杂志 他们确实证明 有些人 前世是人脱胎过来的 有些人出身脱胎过来的 尤其还有少数的说 是其他星球上来偷胎的 不是我们的星球上 语言文字我们这都不能认识 这个人投身来在做人的 他就说出他前身 这些四级 那么美国人去调查 根据他所说的 到他前世所居住的地方调查 甚至于还有档案 果然查到 而这个地方他在一生当中 从来没去过 最近 美国同修 寄了一份报纸上 剪了一块给我 这个剪报的人不内行 没有把报纸名称日期写上 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报纸 还有两张照片 美国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孩 他能够讲印第安土人的言语 他讲的话没人懂 一岁半 那么有一天他的母亲 正好遇到他们那边有学校教授 他是小孩很奇怪 常常自己自言自语 不知道说些什么 带给他想 那个人懂的 他说这一天他说 他是古老印第安的语言 现在能够在美国 懂得这个语言的人 也不过就十几个人 他说他是在前身 是印第安人 跟别人打仗的时候 他被杀了 那一场战争 经过的情形 他都能记得很清楚 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专世的 记得前身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找 找能够懂得这种语言的时候 找了好几个人来给他证实 一点都不错 这是最近我们看到简报 上面看在这个 讲这个轮回的例子 那么在美国其他国家地区 这种例子很多 根国也很多 但是没有人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些事情很清楚 都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只要自己留意去观察 你不能发现 那么他底下问题说 佛家说我们造的业 有分善我和非善非我 请问善我标准如何来决定 净空法师于6月9号一文中也曾说过 我们有时 以为修了功德 但原来都是罪业 所以向我的标准 我们不一定能知道 确实 因为我们不一定能知道 所以硬光法师才提倡 量凡思训 量凡思训 这个扣目的目的 是叫我们认识因果 善我的标准 应光大师提倡的暗示全书感情片 里面所说的就是善我的标准 那么在佛家呢 讲得简单 没有他讲得那么详细 佛家在十善也道歉 佛是把善无 总结为十大类 杀身是无 不杀身是善 偷盗是无 不偷盗是善 不偷盗是善 邪盈是无 不邪盈是善 妄于是无 不妄于是善 一直到不贪不成不吃 这是啥 贪成吃是善 佛给我们讲这十个标准 这十个标准呢 可以说 展开来 把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应酬里面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全都包括进入 英光大师不提倡《十善也道经》 而提倡感应篇 音质文 这在《暗示全书》里面 那个说得更详细 《十善也道经》说得比较笼统 说的是原则 那个地方说得很细目 让我们从这里学习 这个第三段讲 佛家相信古报 与我们所行的善我相称 杀了人的人 不会直受牙痛之苦 偷了一块饼的人 不会受破产之报 这个因果相称的机制是怎样 励定 与维持的 是否由神和佛去掌管 这个事情在佛家来讲 没有人掌管 没有人掌管 夜阴果报是宇宙之间的定律 你照射的我阴 可是阴要遇到云 才会有报 这个阴有啊 语言没有啊 这个阴不会有报的 因此 佛家常讲 语言生呢 他不讲阴生 这个很有道理 语言决定果报 我们语言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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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弥标 决定不会消失 你照射的善为业因不会消失 所以佛家决定没有说 我过去照射我业了 现在多做一点善事 将功补过 在佛家没有这个说法的 这是决定不合理的 那怎么办法避免这个恶报呢 佛法将语言 语言我们可以控制 因没办法 那我们过去造成的恶意 不享受恶报 我们把这个恶意的语言断掉 虽有恶意 不齐献行 我们寻求善的果报 能成就 我们得善的语言加强 比如说 这是实实在在讲 每一个人 阿赖耶诗里面 都有佛的种词 这是因 所以大臣经 像《华言言学经》里面 佛说过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个话 佛是很少说 但是真价不经常有 一切众生 皆是未来佛 这个话说的就很多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看见 无量寿经 那是讲 修行正果的 一切皆成佛 说的那么肯定 这是什么呢 每一个众生 阿赖耶诗里 都有佛的种子 那你今天 为什么不能成佛呢 你把佛种子的语言 断掉 那么佛的种子 需要什么样的语言 它能成熟呢 它需要平等的心 平等的理念 平等的思想 平等的行为 如果具足这些条件 你这一生肯定做佛 道理在此地 没有人掌管 这是跟你讲正话 归神 有的时候 奖励善人 惩罚我人 那属于外缘 真的有这些事情 这个一般 凡夫脱离不了 这个范围 就比如说 我们一般人 居住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有政府 这个地区有制罚的人 有警察 我们如果犯罪了 这个警察 法官 就要来惩罚我们 我们在这边 做了很好 好事情 这政府 首长 他会奖励我们 那都是属于外缘 真正的阴 自己造的 我们没有造善 他不能随便赏我们 我们没有造我 他不可以随便惩罚人 鬼神 赏善罚我 跟世间 这法人的状况一样 可是这个里头 你要属于 他这一类才行 你不属于 他这一类 他管不了你 我们是不是属于 他一类呢 是的 怎么是的 我们贪嗔痴没断 就属于他管 贪嗔痴断了 他管不了了 你就不属于他一类了 贪嗔痴断了 在世法界里面 你至少是四圣法界 不是六凡法界了 这些鬼神看到你 对你很恭敬 很客气 也赞叹 也拥护 为什么 你比他高 这些道理我们懂得就好 他后面 他说 他相信 这个主宰 他相信呢 这个 一定有一个 全善的主宰 那么这个主宰呢 就是圣经里面描绘的 这个 那个 创造天地 慈爱及公义的 宇宙独一的神 我们有一天 都要在他面前出审判 按照我们自己 所作 或善 或我 受报 这个说法 说得通 所有一切宗教 他们所崇敬的神圣 都有这样的性格 他们的经典 都有这样的说法 这刚才我说了 我们 自私自义的念头 没有完全放下 念念当中 还有个我 这个念头在 就出不了 这个范围 所以 金刚经上 佛教菩萨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就超越了 这些 唯一的创造神 也管不了你 他能管的 你还有我 就归他管 你无我 他就管不了你 所以无我的人 少啊 出家人 还有我之 我的道场啊 我的信徒啊 我的宗教啊 这个我的就完了 都归他管 什么时候把我之破掉 你就跟佛菩萨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道路 所以佛希望我们走佛道 这个在佛家也叫 除世间法 我们永远 脱离世间法 我们走 除世间法 这个才是真正 究竟 圆满的 所有的神明 都在世间 而这些世间神明 说老实话 其中不少 是祝福菩萨实现的 这个在我们的大经上 都看到 在华音经上都看到 从玉阶 这个四天网 一直到摩西首罗天网 很多都是佛菩萨实现的 那么他们的实现 目的帮助一些人 所以佛家教授 最重要的是 破密开悟 唯有破密开悟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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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